火警在嘉义县的水上乡 这是一层三层楼的民宅 因为电线走火而现场起火 火势蔓延迅速 总共波及了四间民宅 当时民众焦急地跪在地上祈祷 而更危险的是 起火点距离加油站不到100公尺 情况一度危急 火红大火伴随浓浓黑烟 几乎快把整层房间吞没 阳台还被铁窗封住 消防人员只能利用云梯车 从空中灌旧 住屋看见住家惨遭注容 焦急的双手合十对天祈祷 归在路边相当焦急 还有人想要冲进屋内抢救家当 下午一点多加以水上乡这栋民宅 一次公共神明灯的电线走火 火市蔓延四间民宅 而且不到100公尺的距离 还有一间加油站 加油站员工搬出灭火器就怕被大火波及 一个多小时后火市终于被控制下来 虽然住户损失惨重 但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最近新闻侯国文黄讯瑶嘉义 采访